刚才讲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两个夫妻会走到离婚意图 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男人没有成长是其中一个 你有一个case 这个先生连买个冰水 都可能会导致离婚的关键 就是这对夫妻也是吵吵闹闹的 然后结婚了八年 然后有一天呢 先生就想说 带着太太去办事情开车 然后太太就说 我口很渴 可不可以帮我买个水 那先生说好没问题 前面有7-11 就下次帮他买个水 就买回来一瓶冰的矿泉水 而且还是高档的 那就有什么问题呢 对 然后太太就说 就发飙了 太太就说 你不知道我生理期 不喝冰的东西吗 连生活的习惯你都不晓得 对 所以两个人就在车上大潮 后来这个先生也觉得他无理群 太太就觉得情绪没有被接受 所以他太太就离开那个车 然后呢 就非常非常难过 然后后来就闹到要离婚 可是太太后来跟我讲 他说其实不是他这个行为 而是他行为背后代表了意义 是第一个 先生怎么会不知道 这个太太有八年来这样的习惯呢 第一个 太太觉得没有被尊重嘛 不够细心 第二个其实隐晦的代表说 这两个人很久没有亲密关系了 所以连生理期来你都不知道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小的动作 大家如果去深深的去观察它 去分析它的话 其实很多很多的这种问题 是可以被解决的 你看男女之间就有这样子的差异 先生以为是小事 但是对于太太觉得是不得了的大事 不过离婚也不是什么世界末日 大家也不要看得这么的重 离婚有的时候用正面的角度来看 离婚搞不好可以帮助你更加的成长 做一个更完美的女人 威英姐就是这样子的主张 那是一个成熟的力量 因为我觉得以前有的靠嘛 对不对 而且好喜欢依靠 以前靠妈妈 然后以后就靠老公 然后总是觉得老公就是那个天 但是我发觉离婚之后 我的成长才真的开始 因为你没得靠的时候 你唯有好好面对自己的缺点 面对自己的那些不好的那些病痛 然后全部铲除 然后做一个真实独立 精神独立 经济独立 能力独立的女人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在那个过程 是很痛苦的 但是我发觉真的独立之后 其实我觉得我会更喜欢自己 我觉得我也要想跟大家一些 女性朋友讲一句话就是说 在婚前就是可以跟先生多讨论 你要怎么样过以后的生活 而不要害怕说出 我以后要怎么过我们的婚姻生活 要勇于表达 情于沟通 对 要不要跟婆婆住了 那我们孩子要怎么分配了 那个钱要怎么分配 我觉得以前我一概不敢问 你一败一概不敢说 为什么呢 生怕一讲了 人家就不要你了 但是如果那个人 如果那个人不要你 那你就不要加他了 对不对 我觉得是如此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怎么一直看我呢 我没有看你帅嘛 你是这一排唯一的男性 没有我斗鸡眼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 离了婚之后 我觉得有很多的女性很喜欢 就是说结了婚之后 她以为就定案了 所以以前的阿信 周努力 我觉得女人现在这个21世纪 都应该有魅力 那你就应该努力 加上美丽就有魅力 就是要打扮自己 让自己还是觉得 无论从内到外 都是非常的fit 非常的可爱 而且有小女孩的心态 我觉得那样子的婚姻 会比较巩固一些 那你是怎么思考的 你会不会谢谢她 谢谢你的X让你更好 那样有点虚伪 还是 我觉得我谢谢她 她一直都 就是我们不是好的夫妻 但是我们是很好的父母 我们真的很爱孩子 对 各自的角色 也是扮演得恰如其分 有太多的父母离了婚之后 不给另外一半干孩子 然后恃如仇人 我觉得这样做实在太自私 太自私了 当初你要跟孩子的爸爸分开 你是怎么样跟你的孩子们沟通 让他们提早有个心理准备 其实我没有讲太多 但是我觉得孩子们 其实有时候很天真 他以为你的离婚是跟他有关系的 譬如说是不是因为我尿床 很单纯 是不是因为我不乖 是不是妈妈怎么样 但是他绝对不会说 但是他会等待你出口 所以其实我觉得小孩子 是从小如果这样受伤 长大了对婚姻之外 他觉得他是一个 他是让你累赘 累赘 他觉得他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 我们要明理 你不是一个好的夫妻 你好歹也要做一个好的父母 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 宝贝这是跟你没有关系的 宝贝妈妈还是很爱你的 我觉得至少我跟我的ex 做到这一点 就是我们相当爱我们的孩子 对 那韋明哥 你的状况有什么不一样 你怎么跟孩子讲这件事情 就是离婚之后 其实我都是一个人带着他 当然因为当中妈妈也有帮忙 小孩其实可能在小学 就会有一些问题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其实我处理就是逃避 那之后就是到国中 小孩就问我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妈妈是谁谁谁 然后怎么样 那都很好 那你还有个哥哥 因为本身妈妈之前就有个小孩 也是跟我很好 到现在都很好 OK 那我就告诉他实情 他就跟我讲 爸爸我已经去见过了 你吓一跳 我说你好样 对 但是我反而卸就怕 你真的是说好样吗 还是说你这个死兔仔子 没有 因为其实没有任何的心结 到最后都是开了 而且变成 其实教学相长 最后其实都成长 好 那你自己呢 在经过这段婚姻之后 有没有越做越勇或认识自己 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觉得就婚姻 我觉得常语 他们都是经过这段事情 这更长大 更让自己更漂亮 我也是让自己更帅 因为我是能让人家 对不起 讲这个 好像有点可怜 是让人家遗弃的 人家是不要我的 所以我自己才会成长 我成长就要让我自己经济更好 让我的体态更好 让我的神情更好 让我的生活更好 所以我现在更懂得生活 体态更好不是嘴巴上讲 来 音乐来一段好不好 来 来 现场秀一下 我觉得这真的不是 一三年都做到的 好厉害 来 抬腿 好厉害 好厉害 我把她睡了 等一下 全身下的男人都超纖满 对 没礼貌 好 灵活 我刚才讲 我们今天谈的是很感性的 离婚的议题 离婚跟跑跑跑 有有点 有关联 当然有关联 不过这首歌是你一辈子的阴影 对不对 到哪里大家都 对你那个记性的想 也谢谢她 也带给我很多 所以我现在跟我儿子讲 以后听到跑跑跑要鞠躬 看到的鼻腿要谢谢她 感谢这首歌养育她长大 披腿是那个披腿 不是披腿 完全让她跟养育孩子 为什么叫她来这么一段 你知道你就知道多有活力 离婚以后生活一样 可以过得非常好 没有 其实我们常常 我们自己要活得更好 等一下才会更看重 没错 那长玉姐姐呢 其实你离婚之后 越来越多人再美你 觉得你越来越漂亮 这是我可以讲的 真的 整个人融合快发 我以前有见过她 那时候可能在很认真的 做工作上面 所以那种表情跟态度 是比较成熟一点 对 而且你看 现在反而是越来越 就跟我刚刚看到卫英一样 我说你们怎么越变越年轻 而且那种自信美 是长得住的 是三个妖精国 通通都是比老妖精国 是不是太厉害了 是吗 对… 我没有发生事情 我没想到 我想说发生事情 对 让长玉姐姐来讲讲看 她在婚姻当中 有没有得到什么样的动力 我是觉得 其实再怎么样 你离婚 最大最大的受伤的 其实是小孩子 刚刚讲小孩到妈妈到胀 我觉得因为小孩的心灵 你其实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 我们还可以 因为你是大人 其实我的小孩是到 到差不多最近几年 他才跟我讲 他说其实妈妈 你其实不用这样忍 你也是站在你这边的 他说其实你应该 早一点去面对 去处理那个问题 他比较成熟 对 他说其实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们天天吵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可是我不会讲 可是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去面对 你其实可以很早处理解决 我就是很小的时候 其实你们这样 让这个家庭这样破碎 其实反而让我从小到大 都是在吵架 这样子这样的阴影长大 她说其实 你应该早一点去处理 我就恍然大悟 原来我们以前 自认为是我这样忍 你觉得是一种保护 其实是一种伤害 完全完全对它是伤害 不过你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也是一位艺人朋友 菩萱妮是不是她一语惊醒了梦中人 对 其实我刚刚讲 像魏英其实也是一样 很多女生其实是面子的问题 像魏英也是一样 你当你要离婚的时候 其实你完全不敢告诉任何人的 甚至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 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家里出问题 我要离婚了 完全没有人知道 其实魏英到 走到很遏止很遏止的时候 也是没有人知道 在别人面前就是抢言欢笑 然后就是隐瞒隐盖 直到有一天 其实我刚刚讲我装聋作业 甚至于就是当成行尸走肉 这样很多年 因为你从抗争时期 到这样子不理不睬 到这样很长 到最后我就是心死 然后我就是跟你拗 拗到最后怎么样 看谁赢这样子 在那一段很行尸走肉的日子里面 有一天我碰到图善妮 因为我在跟他聊天 他就是曾经经历过一次婚姻 可是他很快就解决了 三个月就离婚了 很快 我们做完采访之后 我就说太善妮 你那时候怎么会这么快就离婚的 是怎么离的 他非常聪明 他一听就觉得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知道说 我们刚刚采访的题目 其实跟这无关 我为什么突然问这句话 然后他就说 你是不是家里有问题 然后我其实我这已经十几二十年 都没有跟人家讲过的事情 我就那一刹那之间 我就全部跟赛妮讲了 To赛妮 然后他听听听我讲 他一直听 听到我讲说 他其实在外面已经生小孩了 甚至于去拍了婚纱 搞不好都已经艳客了 都说不定了 赛妮就说这个绝对不行 他说常遇 我跟你讲 这个万万万万万就是不行 有小孩有 他说这是很严重很严的道德问题 是你自己道德有问题 对方将来这个小孩 长大了要怎么办 他说你这样会有 衍生出太多太多的问题 这是不对的 你这样子姑息就是不对的了 我那时候有被惊醒 我觉得说是 我为什么鸵鸟这么久 我为什么这样 我害自己还不够 我也许在害了别人 那个小孩是无辜的 他将来长大以后 更多排山倒海问题会来 就是说他在那个时刻 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 然后去面对这个这么大的问题 然后终于把它解决掉 对 女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那个开关 一启揭醒梦中的 一启动 她整个人生就不一样了 获得了重生 最后我请教一下我们的赖律师 我们今天是要用一个 比较积极 比较正面的角度 来面对离婚这个问题 真的女人已经决心了 或男人已经有决醒了 要离婚 那要做好哪些准备 如果你真的决定这个婚姻是 不太可能走下去的时候 第一个我觉得你一定要先准备好的 不是财产这件事 而是如何让你的小孩 去面对父母亲是离婚的状态 你如何去准备小孩子 在离婚之后可能跟一方居住 那么你的那个孩子的学校 孩子的将来 你要跟住所地怎么去安排 也就是关于接受 你一定要在这里头 达到一个理性的一个思考 第二个小孩能不能接受 你先来的决定 孩子会不会像刚才卫英讲的 陷于自责 你要让小孩充分的理解 父母亲的离婚 跟你们真的没有关系 那如果是没有孩子的状态 如果没有孩子的状态 今天我们当然讨论就是财产问题 那财产 你有没有办法 今天变成一个单亲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去工作 因为你可能因为这段婚姻 而去离开了你的职场 你有没有办法再回到你的职场上 你如何再过一个人生活 这个孤独对你来讲是自在 而不是寂寞 你必须要去理解到 你日后的整编人是不在你身边的 灯泡要你自己来换 马桶要你自己来修 可能以前就是这样的 可能也没差 对 也没差 第三个就是说 你的工作 你的财产分配 在这段婚姻里头 大家一起努力的 也许你可能自主公司 一起合作公司 这个股权你能不能分清楚 公司可能经营权要分配给谁 那第二个财产 这个房子我们一起住的 可能登记在老婆或老公里面下 这个方式怎么去处理 什么时候去搬 这个财产你要想清楚 你的工作来源要想清楚 当然小孩子 如果说有小孩子在讨论的 除了让小孩子去准备之外 监护权怎么安排 这个都是必须 你们一定要深刻去讨论的议题 这个过程是理性而和平的一个讨论 因为这里头 无瑟于说你是不是有外衣 无瑟于你的感情要不要继续 只是选择一个我们即将要分手 无论你是分居或是什么 都必须要再讨论的 不过爱情这件事情 我们回想到好多年好多年以前 其实你爱上那个人的时候 是不是你就已经赋予他 伤害你的权力了呢 既然痛过也错爱过 那就要学习好好的珍惜自己了 谢谢所有专家跟来宾的分享 幸福相探索 下次见